習近平就武漢肺炎表態 產生一個地動山搖的決定專題 習近平 最新動態追蹤報導 專題 疫情惡化 武漢肺炎最新動態 內容 緊張工作的武漢醫護人員 作者 安德烈中國最高領導人習近平 首次就武漢肺炎表態後 產生了一個地動山搖的決定 從週四起 武漢鐵路航空全部停止 只進不出 以期減緩這座中國中部大 都爆發的病毒向它的蔓延 與此同時 原本決定是否宣布武漢肺炎已 觸發全球衛生緊急狀態的世界衛生組織 將緊急閉門會議再延長24小時 中國當局做出的是一個激進極端的決定 一千一百萬武漢人 再也不能再找不到一個特別理由的情況下走出本城 也就是只進步 初 按照官方通報的話說 市民無特殊原因不要離開武漢 這 這樣一個斬釘截鐵的命令 當局如何說服民眾 不要恐慌 不要事 徒逃禮 是一個十分嚴重的問題 網上已經有當地人說 寧可逃走 不願等死 這話雖然說得很絕 但想想千萬人遭圍城 是一 見很恐怖的是 週三緊急召開閉門會議 研究是否就武漢肺炎傳播情 行宣布進入全球健康緊急狀態的世界衛生組織 稱讚中國的決定派 厲害了 認為它將會減少武漢以外的感染 武漢圍城 當局的目標 是為了減緩病毒向其他地方擴散 但是有人質疑 武漢當地的醫療機 夠這兩日已傳輸無法應對激增的患者 一些網民留言說 患者通宵在 醫院排隊後診 還有的被醫院輕易打發 當局一定要關注武漢封城以後可能會產生的人道災難 一位名叫閒字的網民說 感到疑問的是 室內交通為什麼要停掉 明眼人都看得出來室內醫療系統已經撐不下 去 停掉地鐵公交各單位企業怎麼維持 普通醫護工作者要怎麼上班 普通病人要如何就醫 病人家屬如何探望 老人病患要如何就醫 而且 凌晨兩點發通知 對此一無所知的醫護工作者明天上午怎麼到港 武漢三鎮橫跨長江 大道常人無法想像 去掉室內交通 系統整座城將面臨癱瘓 這位網民還說 武漢人是給大家添麻 煩了 現在城門一關武漢人出不去 我們沒想出去 我們問的是我們 自己的生活怎麼繼續下去 何必看人蒙難還要落井下石 有網民不? 平地說 這不是擺明了告訴市民不跑就等死嗎? 是想引起大規模恐 荒啊 另外一位網民認為 封城已經晚了 至於為什麼晚 根本 原因就是脫暴 瞞暴 官僚主義 當地的行政水平之低在這次事件中 暴露無遺 例證是 他們現在還有精力控平 那麼留在武漢的居民會 怎麼樣? 我認為 情況很可能會非常慘烈 現在光宣布封城 沒提升 國物資的保障 物價的平易 衛生用品的調運 說明來不及想這些問 題 只是先想著把全國範圍的輸入性病例先降下來再說 而武漢間隔 離區的速度恐怕是趕不上傳染速度的 留在武漢本地的 被感染了空 怕也無法及時收治 也許是中國這一厲害的決定讓世衛組織延 漲的會議 該組織本來應在這一會上做出一個決定 是否宣布武漢肺 嚴以觸發全球衛生緊急狀態 世界組織或許在觀望 從週四國際標準 時間十一時起繼續開會 但是 一個超過千萬人的巨型城市 室內工 交禁令能夠維持多久令人生疑 如果強行維持 會不會導致城市無法運轉 釀成嚴重的人道災難 目前 這一與十七年前在中國大陸導致 348人 香港298人 台灣84人 全球逾800人死亡的非典 也叫薩斯是同一個家族的武漢肺炎已經傳播向亞洲數國 美國也已發現首例 根據中國官方最新數據 武漢肺炎已導致17人死亡 確診 kiego度非常有趣 明天好 對 聽聞 明天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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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好